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来开始 我们请各位先翻到16页 好 各位欢迎到16页 来 我们跟各位稍微简单的说明一下 那个所谓的部内字 部外字跟折中字 对各位来讲在各国人士 他应该算是比较 不可能被命题的这种题目 可是各位在行政选的 人事行政一定会有或多或少 那深入体大概出现的基地也不大 可是选择体的基地应该会有 那什么叫部内字呢 好 简单讲部内字就是说 在行政系统之内 好 就整个行政机关之内 自己本身有自己的人事单位 那这我们称之为叫部内字 好 那所谓的部外字呢 就是说在行政系统之外 在另外设置一个独立操览的人事机构 那负责所有各个机关的人事业务 例如来 我们举个简单例子 像部外字就例如像我国的考试院 好 考试院 那各位你看嘛 行政系统包括行政立法司法监察 好 这一些都是我们讲所谓的行政系统 指的是政府的行政 好 印作的这种系统 好 所以你看喔 然后在这个行政系统之外 那设立一个独立操览的人事机构 那就是考试院 那这叫部外字 好 那所谓的部内字呢 就是说在行政机关行政系统内部 有自己本身的人事单位 那我们称之为叫部内字 比如说像行政院底下 有一个人事行政总处 那这就属于部内字的这种概念 这个应该OK吗 那折中字呢 简单讲就是有部内也有部外 像我国就是折中字 好 因为我们有一个独立操览的 部外的考试院 可是呢 在各个行政系统的内部 都有自己本身的人事 好 人事单位 所以我国是属于折中字的这种概念 那各位呢 好 各位 那个里面有看到 那个所谓折中字的优缺点 各位可以稍微自己简单的看一下 这个还OK 这个应该比较不是问题 来 那我们来看一下幕僚字 好 那这个幕僚字 各位要稍微了解一下 因为接着下来 好 接下来 我们在看到世界各国的这些 人事机关的体制的时候 那各位经常会看到 好 幕僚字幕僚 幕僚人事行政幕僚 这样的字眼 那我们在礼拜上课的时候 各位如果还有印象 还有印象 好 以开花国家 它的人事机关走向 好 走向 那个所谓的 好 各位 刚才有看到 人事权跟幕僚 好 幕僚的这些机关 然后并存 好 他不但是呢 好 不但是呢 手掌的这些 那个幕僚机关 然后呢 也是由最高的手掌来负责 好 所以 那个各位 我们在上 礼拜上课的时候 那最后呢 各位大概有看过这样的字眼了 那幕僚字呢 这个概念 好 这个概念呢 老师刚才 在礼拜一的时候 有跟各位讲过 那这是许南雄教授 他的分类 好 他的分类 那他把这三种呢 部内部外跟折中呢 把绘整起来 称之为叫什么 称之为叫幕僚字 好 那这次呢 全世界 只有他有做这样的分类 有做这样的定义啊 来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什么叫幕僚字 好 幕僚字的这种概念呢 来 还是请各位呢 稍微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 他说 以往对各国人事机关的体制呢 那有部内部外跟折中 但进来呢 学者对三种体制呢 都把它改成为叫幕僚字 好 那为什么称之为叫幕僚字 来 第一个 我们看一下 那化归幕僚字的原因 为什么会把它归为是幕僚 那这个幕僚呢 各位一定记得 他是首长的幕僚 就是可能是在一个国家里面 可能成为国家元首的幕僚 或最高行政首长的幕僚 好 这样各位理解了 所以他说 好 那他的原因呢 大概有以下这几个原因 第一点 以公共人事体制而言 各国政府共同趋势 主要有三项特征 所以各国政府的趋势 共同趋势有三项 第一个 好 各国人事体制呢 把人事权包含在行政权当中 使得最高人事机构的职权 行使跟运作呢 成为行政体系的幕僚角色 好 那最能充分配合呢 政府的行政运作的需要 那发挥呢 策略性的这种功能 好 第一端的意思说 现在世界各国的这种趋势呢 是把好 是把人事权 把它涵盖在行政权底下 好 然后成为呢 成为行政首长的幕僚 好 那因为他是行政首长的幕僚呢 所以他比较能够配合 国家的这些政策的施行 好 成为呢 好 成为政府的这种策略伙伴 好 这是第一点 第一点 来 第二个 那由于幕僚制的人事体制呢 会使人事权隶属于行政体系的单一 最高人事机构 好 那也就是说 在这个行政体系里面 那这个人事机构 会有一个最高的人事机构来负责 来 然后呢 他说 就会呈现了单轨制的这种 也就是说 一个国家中仅有一个最高人事机构 负责总体人事政策的方向 好 跟业务的知情 那如此才能够守专者的效果 好 老师刚刚有跟各位说 就是说 那人事机关成为行政权底下的一个幕僚 那你想想看 那他一定受最高行政首长的指挥监督 那这个最高的 好 最高的行政首长 也等于是最高的人事长 好 就是人事首长 好 所以呢 原则上 这样能够收一条边的这种效果 好 那各位 来 我们请各位先翻到 好 先翻到 来 我们先给各位看一个 一个概念 那各位就可以知道 好 这就是呢 好 就是这样的这种观点 好 各位你看一下 好 请各位翻到89页 好 请各位翻到89页 好 各位你看一下 来 第七点 有一个确保文官中立的机制 叫文官长 好 叫文官长 好 有没有 来 那这个文官长 是英国的这种体制 这个我们到后面的时候 会跟各位讲 好 那你看文官长 各位你看 他说看前面第一段的前言 就好 各位 底下先不要去看 然后各位先看 会先乱 来 英国的文官体系 有三位举世的幕僚长 那分别是财政部的常务次长 那内阁秘书长跟文官首长 好 那这是喔 那这个文官首长呢 一直有别其他的先进国 是英国所 好 英国所独创的 好 类似像这样就是说 欸 因为呢 人事机关隶属于 隶属于行政权底下 好 所以行政 行政首长 也相当于是人事首长 好 所以他是一个最高的 好 这样的话 来 请各位回头来 回头来 16月的地方 好 第二点就告诉各位 来 那因为这样呢 才可以怎么样 好 他可以负责 总体的人事业务 那才会有专者的效果 那不会形成多头马车的现象 也就是说不会各做各 好 各机关各做的这种 各做的这些人事体制 来 然后第三呢 一个具有策略效能的人事体制 最高人事主管机关 必须具有专业性 才能配合国家的目标达成 那自己所需的 好 这种 专业跟分输的人事政策 那这种专业要展现在 好 人事政策的最高决策阶层 好 所以呢 因为任何一项最终的 政策的最终走向 都续以这个层级的决定 好 所以要有一个最高的人事首长 那这最高人事首长 才能够什么 才能够决定整个国家 人事体制的决策 好 这是第一点 第一大点 那为什么会有 那个人事 人事犬 会隶属于行政权底下 成为行政权的目标 那这是第一点 告诉各位 这是世界各国的这种趋势 好 那趋势 就是把人事权 人事机关 隶属在行政权底下 那由这个行政的首长来负责 好 负责这些的人事业务 好 因为他成为他的幕僚嘛 那所以呢 他会变得比较专责 好 就像我一般在讲说 比较会属于一条边 然后不会有所分析的这种现象 来 第二点 第二点 来 再十七页 好 那各国人事体制呢 采幕僚之后 有以下的几个优点 好 那有什么优点 一个 行政权兼函人事权 职权上不会有所冲突 可以说呢 事权同意指挥应辱的效果 好 那其实跟各位刚才 看到的地点 好 是一样的嘛 第二个 那最高人事机构 物以行政体系之中 好 最高人事 好 人事喔 那个机构呢 好 处在行政体系当 那对行政机关的业务特性 跟人员的管理呢 比较能够掌握 好 所以可以配合行政机关的需要 能够发挥那策略性的这种功能 好 这个OK嘛 那因为它隶属于行政体系底下 那对整个体系的这种业务呢 会比较熟悉 那所做的这种策略比较能够符合 好 这个体系的需要 来 第三 幕僚市的人事体系的设计呢 由于事权统一 行政体系的单一最高人事机构 所以不会产生人事权 好 跟行政权的分立 好 那避免呢 因功能的充电所产生的冲突 好 等交易成本跟人事成本的耗毁 好 所以就会 好 就不会呢 无形中就不会增加很多潜在 好 潜在喔 你看不见的这种交易成本 好 你们在读 在读行政学的时候 各位一定有看过交易成本这个字眼 好 交易成本 那这个交易成本指的就是 好 你看不见的这种行政成本 就潜藏的这种行政成本 那这叫交易成本 那交易喔 各位不要看到字面上 买卖的成本 好 那买卖成本呢 这么简单 就不需要把它当成一个专有名词来看了 然后那各位在读到 新公共管理的时候 新公共管理 那新公共管理的理论基础 各位大概有看过 来自于呢 好 来自于 新制度经济学 好 新制度 好 古典基础新制度经济学 那新制度经济学里面呢 好 有两个 两个理论 非常重要 我想各位大概读过 一个叫交易成本理论 一个叫代理人理论 有没有 代理理论 好 那另外除了新制度经济 另外还有一个 好 那个公共选择理论 好 那这个就交易成本 记得 什么叫交易成本 就看不见浅长的这种行政成本 好 因为我们平常在处理行政事务的时候 可能会浅长而看不到的一些成本 我们称之为叫交易成本 好 这个OK 然后没问题 来 好 那幕僚制呢 跟我国人事机关体制的差别 好 他有什么差别 那这种幕僚制呢 这样的概念 好 那把它 跟我国的这种人事体制来做相比 来 各位看一下 各国中央人事体制呢 将人事权包含在行政权当中 使得最高人事机构的职权运作 那成为行政体系幕僚的 好 这种角色 那最能充分配合了政府行政的运作 好 那这一点呢 跟我国是不一样的 好 我国比较不一样 好 我国的考试权不是隶属于行政权底下 好 我国的考试权跟行政权是分开的 那各自独立 相互的制衡 好 我想 这个各位知道吧 因为我才 我国是才武权分立 好 那个 问各位同学一个问题 好 各位同学如果 好 如果 这个问题呢 好 这个不是在我们各国人事情的 可是呢 各位 这个问题如果你了解 好 你就能够知道 刚才在讲的那一句 而且呢 这个题目 老师跟各位讲 你觉得去欢一下 欢一下 历年国家考试的题目 我们又骗各位 历年县华国家考试的题目 是考过几次了 好 各位都知道 各位 我国是才武权分立对不对 好 我国才武权分立 那武权分立呢 是行政 历华 司华 考试 好 跟什么 跟监察 这武权嘛 来 那世界各国 都是才三权分立 好 那三权分立呢 只有行政 历华 司华 好 没问题吧 各位了解 好 那历华考试的成绩考过 那你说 请问各位同学 美国 有行政 历华 司华 那难道他真的没有考试权吗 那如果没有考试权 公务员怎么要争取 不可能啊 来 那请你告诉我 好 请你告诉我 来 这次呢 在历华考试 考过的题目 好 都考过 请问呢 在三权分立的 考试权 他是并在哪一权 好 这个各位都就了 都很厉害 猜就猜得出来 好 来 现在重点来了 那请问监察权并在哪一权 是啊 并在哪一权 好 司华 还有没有其他答案 有人讲 历华 历华 历华跟司华 OK 来 老师跟各位讲 老师跟各位讲 在三权分立的国家 各位你记住一个原则 司华 司华指的是 他指的是法院的概念 那法院呢 只有直实审判 好 那我国的监察 各位喔 请问监察犬行使的对象是谁 谁 监察犬行使的对象是谁 公务员 对 OK 太厉害了 公务员 好 监察犬喔 监察犬不对人民行使喔 好 所以各位呢 你们在读到监察那一章的时候 好 那个弹劾 纠集 审计 好 没有 纠正 好 弹劾 纠集 然后呢 纠正 审计 通通都是对公家机关 好 所以各位想想看 那在三权分立的国家 请问哪一权监督行政权 国会 所以 好 所以喔 这是 好 各位记住喔 在三权分立的国家 请问谁监督行政机关 立法权 立法权 好 立法权 三权分立的国家 监察犬不是并在施法 美国喔 各位你想想 美国的施法体系喔 最重要就是什么 好 这人民的犯罪 这个人民不爱 不一定是 不一定是一般人员 包括公务员喔 如果他有違法 犯罪的时候 有法 施法体系来怎么来审判 所以他们的施法 做的都是审判的事 好 都是审判的 所以各位喔 那监督公委监察犬喔 监察犬跟施法犬 两个是截然不同 那监察犬监察的对象 都是公务机关 或者公务员 所以在三权分立的国家 谁监督公务员 立法 立法 这是国家考试考过的 好 真的有没有骗各位喔 这个都真的都考过的题目 好 各位可以喔 去换一下 县法考过的题目 所以记得喔 三权分立跟五权分立 所以呢 在美国喔 各位这样 欧美国家呢 不是没有考试权喔 他的考试权是并在行政权底下 是隶属于行政权 好所以呢 就是呢 许南雄老师所称的 这种幕僚制的概念 好 这样OK啦 理解 然后接着呢 好 第二点喔 那这一种 欧美国家的这种人事体制呢 把人事权 并入到行政权之中 那这跟我国是不一样 我国是五权分立喔 所以考试权跟行政权是各自独立的喔 好 理解喔 第二个 那我国现在有关考试权 独立行政权之外的设计 好 对照当今呢 所有追求政府职能先进国 其人事的设计都以人事权纳入行政权 好 之内的幕僚 幕僚制为主 那而且事权呢 集中于单于最高人事机构趋势 显然喔 大不相同 而这个差异呢 正是形成喔 我国人事体制呢 硬做困难的根源 好 那为什么喔 来 老师跟各位同学喔 特别请你注意一下 好 因为各位你们要考考诠 回去读考诠的时候 记住喔 我们在考前喔 讲到人事机关的那一个单元 我们有跟各位提到喔 各位记得喔 那个考试院跟人事行政 总处的分工 那分工的时候 就会提到他们 除了彼此的这种权者的分工 也提到喔 他们的冲突 好 所以各位请你要注意 好 请要注意喔 那个是 这几年呢 也蛮重要的这种考试的科目 所以考考试的重点 好 所以要请各位要注意一下 好 考全喔 来 接着我们来请各位看一下喔 来 世界各国机关的这种人事机关的变革 好 老师已经跟各位同学讲喔 那这一块我们在后面 好 我们在后面喔 会跟各位讲到 好 那各位呢 好 因为接着下来每一个国家 我们都会开始跟各位解析 好 所以每一个国家最重要人事机关 我们会跟各位做说明 好 比如说 像各位呢 看到英国 好 英国 那英国呢 现在喔 现在喔 好 各位喔 看到 呃 英国呢 其实喔 现在很多啦 很多 呃 那个机构呢 早期的机构都已经喔 变得非常乱了 然后呢 现在唯一存在的喔 負责呢 有关人事业务的 好 就是两个啦 一个是文官委员办公室 那有的书呢 直接把它称之为叫文官委员 好 那另外考选呢 文官考选服务处 这两个 好 所以他的人事机关的喔 人事机关的重要性呢 比较没有那么高 那美国的就比较高 美国呢 各位一定要记住几个 第一个 人事管理局 公机制保护委员会 特别检察官办公室 好 这是他的重点 OK喔 来 然后呢 各位如果看到 华国 好 华国 美国王 华国 华国呢 国家行政学院 国家行政学院 非常重要的 好 这个机关 好 那德国 德国就比较没有什么啦 德国就这样 德国大概喔 各位往后去看喔 那个 德国呢 刚才比较没有人 什么 重要的人事机关 那日本呢 日本喔 好 各位 日本就是他们 非常非常重要的 好 人事院 那人事院 经常会跟我国的考试院 黏在一起考 好 所以 我们到每一个章节的时候 都会再度的提醒各位 好 这样应该没问题了 好 来 所以呢 我们接着 我们来看一下 好 进入到第二十页 那各国重要的人事制度 变革的措施 好 那这些变革的措施 好 有些东西喔 各位真的要记喔 都是最近这点 在国家考试 非常重要的一些理念 好 那这一个单元 这个单元呢 脱离不了 还有部分是属于学理性的东西 好 那这些学理性的东西喔 各位你一定要把那些的专有名字 要读手 好 不然的话 考试出来各位呢 没有办法去解释这些名字 那你名词没有办法解释 接着下来的叙述呢 各位可能就写不好了 好 我们来了喔 来 我们请各位看一下 文官改革的策略 第一个 好 欧美国家呢 大概在80年代之后的 这些文官制度的改革 那他改革的策略 改革的策略有哪些的策略 来 各位你看一下那个背景资料 各位各国政府呢 是1980年代以来 来 各位请你把1980呢 请你把它圈起来 好 那圈起来 请各位在旁边把它备注一下 好 就是所谓的什么 新公共管理 新公共管理 好 NPM 好 没问题吧 各位在行车学应该多少 看到吗 来 那哪一个同学呢 好 哪一个同学 好 哪一个同学 愿意帮我背一下 请问新公共管理 有哪些重要的特征 新公共管理有哪些 各位 各位 你行政学的那一些特征 你会的拿到这里来的时候 各位就很快 好 那包括 包括哪几个 比如说 市场竞争 好 是 它最重要的特征 市场竞争 借除管制 好 来 第三个 顾客导向 好 第四 结果导向 好 来 第五个 好 企业精神 好 那上课的时候 有跟各位提醒过 各位看到企业精神 第一个环境就是创新 记得企业精神 代表的就是一种创新的理念 来 然后在唐老师的书 唐老师的书 行政学呢 他又跟各位多加了一个 好 叫 受能分权 分权受能 都可以 受能分权 好 他又帮各位加了一个 第六个 叫受能分权 好 现在各位 如果你对这些 新公共管理的理念 能够熟悉 好 各位 现在过来 过来 各位就很清楚了 那1980年的新公共管理 触发了世界各国的政府 再造 那世界各国政府再造 最重要就是两个 好 还记得吗 才契尔夫人推动了什么 推动了民营化 好 民营化 所以各位等一下 你会看到很多民营化的这些概念 来 第二个 除了民营化之外 好 那比如说契约外包 好 契约外包 那这也是 然后呢 企业型政府的理念 好 这些都是嘛 来 所以各位有点概念 我们就回头来 请各位看到20页 来 他说欧美呢 欧美国家在1980年代以来 来 那基于行政改革跟财经议算的因素 好 然后在文官体制里面呢 进行 进行 逐 逐步的进行 好 这些所谓的政府再造 然后 来 那包括以下的做法 来 各位看一下 第一个 组织援俄的精简 好 那这个最具代表性的就是 柴契雅夫人 柴契雅夫人 推到他上任之后 推动民营化 总共 把英国的公务员 减少了大概60万人 援俄精简 他推动民营化 把政府机关把他民营化 所以公务员呢 大概减少了60万人 来 这叫援俄精简 他主要呢 机关的财聘 好 机构的财策 部门跟层级的缩减 那其次为原额跟人力精简 那英国从1979到1990 大概喔 精简了25万喔 这个只有在这一段期间喔 后来呢 他把很多的机构变成喔 我们在英国的时候 各位看到 好 就会看到 他先把他改成叫正属 正属喔 然后后来这一些的正属 通通把他民营 通把民营 所以 刚才老师有念到一个机关 各位不知道还有没有印象 叫考选服务处 文官考选服务处喔 那这个文官考选服务处 就是一个正属的性质 后来他也民营了 所以英国公务员的考试 是民营机构在办的 好 类似像喔 类似像喔 类似像各位呢 参加经济部的这些考试 哪有台湾金融研训宴在办 好他不是有考试员在办 那各位大家了解这样的概念 第一个圆耳精简 第二个 人事行政的分权化 瘦能化跟民营化的趋势 好 那这个老师有在 瘦全 瘦能 啊对不起 老师写到他 不是瘦全分权喔 来瘦能分权 好刚才 好自己念了还写错 干打屁股 瘦能分权 好 所以呢 好到了80年代之后 人事体制呢 也走向了瘦能分权民营 好这样的观点 来各位看一下 他说 传统以来政府人事情在偏重为极权化 而在政府再造之下 那政策部门跟执行部门逐渐分离 好就是政策部门负责制定政策的 跟执行政策的部门开始分离喔 来那受到了英国细节计划影响 公益事业跟政府执行机构 逐步以人力外包出售官股等方式 改为民营化 好 那各位呢 我看到这里就可以了 然后可以这样 好大概就是80年代以后的趋势 好80年代 那逐渐把它迷移化 很多政府的这种 政府不是核心业务的部分 都把它迷移 对不对啊 然后呢就通过企业外包 那交给民间部门来代替政府做 所以第二小段 他的第二小段呢 就是要告诉各位 就要告诉各位 就是说 好很多的公共服务 不再由单独由政府机关来负责 好 那他现在也怎么样 透过一些志工 好非力组织 甚至民营化的方式来代替政府做 来 再来第三 公务员前例 国家跟公务员之间的地位是不对等的 好地位是不对等 好所以呢 各位在你们如果读到行政法跟行政学的时候 各位看到特别权力关系的时候 你要把它当成一个很重要的 好那个单元来记 那特别权力关系呢 他有几个主要的特征 四个特别 五个特征 然后各位 双方地位的不对等嘛 可以定立特别的规则 那对 违反 那一个一个 那个 好可以 双方地位的不对等 好 服无情量的地位 因为对地位不对等 公务员服情物 是无定量 没有限量 好没有一个说 你今天要做多少工作 那可定立特别的规则 违反规则可施以成华 好 然后呢 不得提起行政征送 有没有 那这是特别权力关系的五个很重要的特征 后来 后来 据呢 好据 那个人权的保障 所以呢 公务员跟国家的关系慢慢走向 好 走向 来所谓的 好 我想哦 各位在行政学跟行政法都看过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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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